同学们好 信封 信封 网站 网站 信息 信息 看一下第一个生词 世纪 我们说多少世纪 我们看一下 2000年到 2099年 这是21世纪 我们现在 就是在 21世纪 那么如果是1900年 到1999年 就是20世纪 那么1800年 就是19世纪 这是世纪 第多少世纪 现在是21世纪 那么一个世纪 是多长时间呀 是100年 一个世纪 是100年 好 那么它的 measure word就是 个 看见了吗 个 好 下一个 下一个 邮局 邮局就是寄信的地方 信还记得吗 寄信 没有 你寄信的地方是邮局 那么你可以去邮局寄信 好 下一个 收 好 你寄信以后 那么那个人 你寄给他信 他就要收信 记得吗 收啊 收信 寄信 他们是opposite 好 那么还有收什么呢 如果你给他发电子邮件 那么他就收电子邮件 对吧 好 那么如果你送他礼物 他就收礼物 好 这是收 下一个 信封 好 你要写信 对吧 然后呢 你把信 放在什么里边 这个 叫信封 是吧 放在信封里面 好 那么信封 我们说 一个信封 下一个 网站 我们上网的时候 都要输入 记得输入input 一个网上的地址 for short 我们叫网址 都要输入网址 然后进入一个website 是吧 那个就叫网站 进入网站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进入网站 对吧 或者呢 进入什么网站呢 锦州医科大学 是 学校的网站 是吧 下一个 信息 它是一个noun 那么 有什么信息 网站上 有很多信息 对吧 网站上 有很多信息 那么你给你的同学 发message 也叫信息 你可以说 发信息 那么 对方是什么 你发信息 他呢 我们学过 那个verb 收信息 收信息 是吧 收 好 那么信息的 measure word 我们说 一条信息 一条信息 好 下边 再读一下 生词 世纹 世纹 世纪 二十一世纪 一个世纪 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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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邮局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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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寄信 收邮件 发邮件 信封 信封 一个信封 网站 网站 打开网站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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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信息 一条信息 看一下生死的练习 第一个 第一个 事纪 第二个 邮局 第三个 信封 第四个 网站 第五个 信息 生词 我们就讲完了 下边 我们来学习 语言点 把什么 叫做什么 我们的把字句 把什么 做 记得吗 那么这里边 把什么 叫 那叫是这里边的verb 那么把什么 叫做 做 做为 s 好 把a 叫做b 所以呢 它的意思就是 a的名字是b a叫b 知道吗 a叫b 它叫小丽 那么 叫就是它的名字 所以呢 把a叫做b 就是 a的名字 是b 好 我们看一下 句子 它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所以 现在人们都把地球叫做地球村 村还记得吗 农村 农村 城市 农村 那么农村 就是村啊 那么把地球叫做地球村 为什么 他前面说 科学技术的发展 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意思是说 不管你们 多远 对吧 他离你多远 你们都能 很方便的交流联系 通过网络 通过交通 是吧 都可以联系 所以看起来 地球越来越小了 所以呢 把地球叫做地球村 因为农村就很小 是吧 那么地球的名字 叫地球村 地球村是地球的名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 黄河 Yellow River 是吧 是中国第二大河 从中国西部流向东部 中国的西部就是西方 流向 流我们知道流汉啊 向就是去往 对吧 东部东边 全长就是它整个 多长呢 5464公里 人们把它叫做母亲河 它是黄河 对吧 那么把黄河叫做母亲河 就是黄河的名字是母亲河 明白 人们给黄河一个名字 叫母亲河 第三个 中国人搬了新家后 一般都会邀请亲戚朋友 到家里来吃顿饭 一顿饭 measure 吃一顿饭 热闹一下 人们把这个习惯叫做暖房 好 把这个习惯叫做暖房 让房子变暖啊 意思已经告诉你了 请别人到新家吃饭 让房子热闹起来 是吧 好 那么把这个习惯 什么习惯 搬了新家以后 邀请别人到家里吃饭 这个习惯 叫做暖房 所以这个习惯的名字是什么呀 暖房 明白 好 所以把A叫做B 就是A的名字是B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term啊 好 那么原点说完了 我们来看一个练习 第一个 在汉语里 像海和这些字 左边的部分是一样的 对吧 都有three points 对吧 好 那么怎么样呢 B 我们把这个叫做三点水 因为三个点的水 因为他们的意思是水的意思 把这个叫做三点水 就是这个的名字是三点水 第二个 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 民族 ethnic group 那么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 然后呢 其中汉族人的数量最多 汉ethnic group的人最多啊 好 数量最多 汉族以外的五十五个民族 由于人数较少 因为数量比较少 所以呢 C 我们把人数较少的民族叫做少数民族 好 就是人数较少的民族 他们的名字叫少数民族 第三个 东西的质量和价格是有联系的 质量好的东西 一般价格也比较高 A 人们习惯上把这种情况 叫做一分钱一分货 那么什么 这种情况 是吧 它的名字叫什么呀 一分钱一分货 那么什么情况 在前面啊 质量好的东西 一般价格也比较高 那么 这种情况 它有一个名字叫一分钱一分货 好 这是我们语言点的练习 下面我们来学习课文五 先来读一下 二十一世纪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几千公里以外的国家 以前坐船需要几个月 现在乘坐飞机不过十几个小时 原来寄信需要好几天 现在连邮局都不用去 只要在家里上网发个电子邮件 用不了一分钟 远处的朋友就能收到 比写信封用的时间都短 以前外地的新闻要几天后才能知道 现在只要打开网站 任何信息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所以现在人们都把地球叫做地球村 好看一下课文 二十一世纪 现在是哪一年 二零二零年 是吧 所以现在就是二十一世纪 好二十一世纪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 巨大变化 好写一下 巨大就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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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巨大 huge 好巨大变化 几千公里以外的国家 几千公里 几千千米以外 以外就是 几千公里外面 是吧 几千公里之外啊 外面的国家怎么样 以前坐船 坐船记得吗 ship啊 坐船需要几个月 现在呢 乘坐飞机多长时间呀 不过十几个小时 不过 仅仅 只要啊 现在乘坐飞机只要十几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 是多长时间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这都是十几个小时啊 好 原来呢 以前 寄信 寄信 记得吗 没有啊 寄信需要好几天 就是 很多天 是吧 现在呢 连邮局都不用去 甚至 连啊 甚至 邮局 都不用去了 只要做什么呀 在家里上网 然后 发个电子邮件 发一个电子邮件 用不了一分钟 用不了 就是 不用 是吧 不能用 不用一分钟的时间 就是说 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远处 这个处 记得吗 入口处 处就是地方 是吧 远处就是 远方 很远的地方 的朋友 就能收到 不到一分钟 他就能 很远地方的朋友 就能收到 你的电子邮件 比 什么 短 比什么短呢 写信封 好 信封我们知道 那么你信封上面 也要写字 对吧 你要写 你这封信 要寄给谁 他的地址 是什么 对吧 好啊 那么 比这个写信封 用的时间 都怎么样啊 emphasis 都短 是吧 好 写信封 可能也要写 一分钟 两分钟 几分钟 但是呢 你发电子邮件 还不到一分钟 以前 外地的新闻 外地 就是不是local 是别的地方的新闻 要几天后 才能知道 对吧 你要知道 外边的新闻 你要几天以后 才能知道 现在呢 只要 只要 你只需要 做什么呀 打开网站 打开网站 term term 画一下 enderline 打开网站 你现在 只要 打开网站 然后呢 任何信息 就是你 所有的信息 都可以在 第一时间 获得 好 都可以 获得 我们先看啊 任何信息 都可以获得 怎么样 获得 在 第一时间 第一我们知道 时间我们知道 所以这个 第一时间 就是 马上 就可以马上 获得 第一时间 就是 first time 那么 就能知道 好 第一时间 也是一个term 画一下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好 现代 modern 科学技术 我们知道啊 科学技术的发展 怎么样呢 让什么 做啊 让世界 verb是 变 做的怎么样呢 变得越来越小 是吧 因为前面告诉你了 你要去哪儿 只要很短的时间 你要跟别人联系 也要很短的时间 你想要知道什么事情 打开网站 马上就能知道 所以看起来世界变小了 对吧 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所以呢 现在人们 都怎么样啊 把地球叫做地球村 把什么叫做 把地球叫做地球村 村 农村 village 很小 是吧 所以啊 地球的名字 叫什么呀 地球村 现在人们 给了地球一个名字 叫地球村 明白 好 这就是我们的课文5 好 课文5 请大家回去 背诵 recite 好 我们一起再读一遍 21世纪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几千公里以外的国家 以前坐船需要几个月 现在乘坐飞机不过十几个小时 原来寄信需要好几天 现在连邮局都不用去 只要在家里上网发个电子邮件 用不了一分钟 远处的朋友就能收到 比写信封用的时间都短 以前外地的新闻要几天后才能知道 现在只要打开网站 任何信息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所以现在人们都把地球叫做地球村 好 看一下问题 为什么人们把地球叫做地球村 为什么 好 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在最后一句 对吧 所以现在人们都把地球叫做地球村 那么这里边他问你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原因 我们要找到在所以的前面 是吧 所以答案就在前面啊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好 所以他问你为什么 这就是原因 好 那么课文五我们就讲完了 同学们记得回去resite 好 那么第五部分就学完了 谢谢同学们 Burke���花 那 whenever 西大 我们下一个 bege怜 投iberal 说 dose 在 比特 感谢观看